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薛檀学歌 从前有个叫薛檀的人,听说秦清是位唱歌的高手,便决定去拜师学艺 薛檀说明了自己的来意,诚恳地希望秦清能收自己为徒 秦清见薛檀决心很大,便答应了他的要求,收他做了自己的学生 薛檀学得很认真,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,薛檀便觉得没有什么再学的必要了 他以为老师的记忆自己已经全学到手了 于是有一天,他来到老师面前,请求离开这里 秦清也没有挽留他,只是说明日要为他践行 第二天一早,秦清在大道边的凉亭里摆酒,为薛檀送行 酒过三巡之后,秦清隐行高歌,唱起了送别曲 这一曲时尔高亢激昂,直入云霄,时尔婉转动听 整个世界的万物都被笼罩在这歌声里 薛檀听后赞叹不已 他想到自己以为全部将老师的记忆学到了手,心里很是惭愧 于是他向秦清谢罪说 薛檀浅薄,自以为是,希望老师原谅 请老师允许我继续跟您学习吧 秦清知道薛檀已有悔悟,便原谅了他 答应让他留下来继续学习 从此以后,薛檀安下心来努力学习 再也不敢轻易说回去的事了 最后,他终于把唱歌的记忆学到了手 骄傲自满是学习上的大敌 学习不可以满足于一知半解 不求甚解是学不会真本事的 更谈不上学有所成,功成名就了 中碧